《公屋錦囊》 今天不跟大家讲房屋政策了 而是讲一些有关资助房屋的小知识 最近遇到一个刚刚买了六字居的朋友 他至少在公屋长大 旧间公屋面积是23.23平方米 本来他想买一间26.7平方米的六字居 虽然不是很大,但总算升了级 但到了收楼时他才发觉新楼比旧楼还要小 有些被人骗了的感觉 其实自从洗字区开始 所有出租公屋的面积计算 都是用室内楼面面积 所谓室内楼面面积 是指室内扣除了墙壁所占的空间 100%是住户可以用得到的 而居屋、六字居以及租借计划的屋邨 由于是出售楼宇 受到一手物业销售条例的规定 需要提供 实用面积 一般的售楼书 均会列明建筑面积和实用面积的大小 而不会列明室内楼面面积的 计算尺价也都是用实用面积计算出来的 实用尺价 而不会用室内楼面面积作为计算的方法 以租住单位为例 一个是室内面积 31.9平方米的出租公屋 在售楼书上列出 实用面积是35.4平方米 而建筑面积是48.7平方米 另外一个例子是和谐一营一房单位 在租住公屋里面显示是34.5平方米 但在居屋售楼说明书 就以实用面积39.9平方米卖出 所以有心要购买资助房屋的公屋居民 就要留意室内楼面面积 和实用面积的分别 房委会预告了会在今年5月 推出的6字句启船圆 现时坊间说的是室内楼面面积 约屋是14.1平方米至37.7平方米 到了出售的时间 就会公布实用面积 到时大家不要单看尺数 就以为自己是买大了房屋 最后就要说 为什么我们一直都用平方米来计算呢 因为在房委会的文件里面 大多数都用平方米计算 为免换算 为免换算偏差 所以我们就用平方米和大家说 不过如果要换算 可以记住这个数目 就是 10.76 公积转英积 就乘上这个数 英积转公积 就给这个税除 好了 讲到这里 就要跟大家说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